爸爸靠近就吓得全身发抖 宜兰这个17岁的少女 每个晚上听到脚步声就惊醒 这样的日子长达两年 阴影从9年前开始 当时15岁的少女和父母及两个弟弟 一家人住在一起 但爸爸到了晚上就会摸黑潜入她的房间 夹接盖棉被确实伸手惜胸 少女说每周至少有两到三次 爸爸都会摸黑进入对她上下其手 一开始她装睡 但爸爸变本加厉 开始对她猥亵 每次过程5到10分钟 这段噩梦持续了两年 她不敢告诉任何人 只敢写日记宣泄 随着初见长大 她鼓起勇气告诉妈妈 事情才因此曝光 次数都都锁不出来 只要听见她的脚步声 我就会醒来 我很前眠的 一开始爸爸全盘否认 并搬出家里 但是三年前又在传讯息 要女儿拍裸照给她 少女这也忍不住决定报警告发 变态父亲坦诚习凶 但强调不到10次 但法官不踩性认真计算 图巴东西依然报导 图巴东西依然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